大家好,欢迎走进风子说体育 这期我们来聊一下广东南南下个赛季的外援配置问题 其实对于广东南南来说下个赛季的外援是非常的关键 因为这个赛季为什么会输给辽南呢 最终还是因为莱多的受伤还有威姆斯的能力的下降 所以下个赛季广东南南的外援一定要格外的小心 那么首先是马上的回归应该是铁板钉钉的 马上在受到大伤之后已经休息了一年多的时间 他恢复的状态到底如何可能就马上自己知道 但是呢广东南南还是相信他的状态非常不错 还是能够适应CBA联赛 相信马上在不久的将来将会回归广东南南参与球队的合练 毕竟已经离开球队一年多了 马上也是表达了他自己想提挡归来跟球队合练的这种愿望 另外一个就是对于内线来说 广东南南引进这个外援是非常的必要 有传闻说周琦的在澳大利亚的队友克里克 想加盟一支CBA球队 特别强调的是想加盟一支能够争冠的球队 那么对于广东队来说 那也是非常非常的好 因为克里克虽然身高接近两米不是特别高 但是特别强壮 我们在赛季初的时候 能够看到克里克和其他的对手 整个冲突那种火爆的脾气 也正好是广东篮篮最需要的 克里克如果能够到达广东队的话 那么中方宇和杜丰就会省心不少 内线有一剑连 有苏伟 有曾凡日 还有许欣张明池这样的小将 再加这个外援是完全是够用 那么其实在这个休赛期的自由球员市场上 还有两个外援是特别的值得关注 另外一个是萨林杰 深圳南南的萨林杰是不想和深圳队续约了 因为上个赛季深圳队 省子杰和贺心灵在场上弄得不愉快 而萨林杰也是很窝囊的输掉了与上海队的季后赛 那么其实萨林杰也是表达了去其他球队的意愿 如果广东南南能够把萨林杰拿下的话 那么将会如虎添翼 另外还有芬兰 芬兰现在上海的意思好像也是不太跟芬兰续约 认为芬兰对球队的帮助不大 但是这一个球员如果换一支球队 如果换到广东队的话 也可能会发挥芬兰的特点 芬兰又能在外线投 又能在内线强打 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外援 所以对于广东队来说 现在外援的选择面其实非常大 其实有很多大鱼需要竹芬兰和杜芬去斟酌 相信竹芬兰的眼光 相信杜芬的眼光能够真正抓到一条 真正的大鱼能够帮助广东队 在下个赛季重新再来过 重新再争夺总冠军 好了这期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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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 charges 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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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